励志寻找最ㄎㄧㄤ的內容 用最ㄎㄧㄤ的話來告訴最ㄎㄧㄤ的你 姐妹 ㄎㄧㄤ ㄧㄤ 嗨大家好,我是美根 我是Amber Kong,你好 那個我們前兩個禮拜的那個 被鎖起來的這個故事 引起了廣大聽友的回想 看來大家的腦力都有待加強 對,然後呢,有一些聽友跟我們分享說 他因為太常忘記 後來他們家就想出一些解法 例如說把那個備用鑰匙 就懸掛在類似陽台之類的地方 我好像可以想像,就是 如果是舊式公寓 是不是陽台會在外面 就是傳統的陽台會在外面 所以你可能就 種一棵很熟很長的樹 然後把鑰匙掛在那 然後呢 然後就是 你沒有帶嘛對不對 對 那你就是從那個梯間有沒有 拿一個曬衣杆 然後去跟那個樹這樣一勾這樣 這樣串,這樣串過來 那你出門的時候呢 為什麼會拿著曬衣杆 是不是 你先去買 先買 OK 或是你去頂樓拿 奢帳 喔,頂樓 然後又被鎖開頂樓 而且如果把鑰匙關在 鑰匙掛在那個 陽台的樹上的話 會被鳥叼走吧 鳥不會想要吃啊 就那個 亮亮 他們不會想說 喔,是什麼好東西 沒有,鳥還剛好不會過來咧 因為你 人家那個農田裡要防鳥來 不是都會刮那個CD唱盤 有沒有 稻草人 對啊 喔 欸,一減二股欸 OK 是不是不錯 不然你要 備用鑰匙你要放在哪 我是絕對不會跟你說的 你絕對不會跟我說 趕快現在跟聽友說 絕對不會說的 趕快說 備用鑰匙喔 家外又沒有什麼東西 家外沒辦法啊 欸,很多人會放在花盆底下啊 那個簡直會招小偷喔 所以你不敢 我不會啊 對 那 放在那個 鄰居家 你敢不敢 啊,鄰居來你們家這樣子做客 就是互相啊 就是你們要互相有這個信任度來著啊 嗯 我是不會做這件事 蛤 你會把你的鑰匙放鄰居家 欸,我們家以前跟鄰居家鑰匙是互換的欸 就是他有一把在我們家 我們有辦法在他家 這什麼 換把兄弟 對 就跟換鐵一樣 而且就是我們出國的時候 他會進來幫我們交花 加什麼一三五開燈這樣子欸 不知道欸 你會嗎? 那你現在會嗎? 我跟你講不然這樣好了 你可以把鑰匙放在我這兒 因為我不知道你家地址 厲害了 然後你或是你就可以給他一半的資訊 譬如說你給我鑰匙或給別鑰匙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地址 OK 然後呢,你要是忘記帶 你就來拿 我也不知道你家在拿 好像也可以 有沒有道理 那我現在就是隨便給一個路人鑰匙 你聯絡不到路人啊 OK 對 是不是滿不錯的 這樣應該可以 因為我那天就跟我的同事分享說 就是因為我有很多銀行帳戶嘛 嗯 那如果我今天不小心GG或是怎樣 就是阿華要怎麼樣才可以拿到這筆錢 就阿華跟我媽 對 但我不可能把我所有帳命給阿華 為什麼? 因為他殺我我怎麼辦 哈哈 不可能嘛 哈哈 你就小心整邊人 這是大家都有一個概念嘛 然後你要把這個給朋友知道 不給整邊人知道 錯錯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 我的這個做法呢 就是我會跟我媽說 這個 你有這一個 一半的這個密碼 你有這個密碼的這個core 這是密碼的core 對 然後呢 阿華那邊有一個 例如說 3X加2Y 等於多少的一個公式 怎樣啦 如果我不小心GG了 阿華來跟你要這個core的時候 你就給他 他們這樣才對在一起 欸 那這樣子阿華還是把你殺掉啊 然後假裝沒殺掉 欸好像是欸 對啊 那要怎麼樣阿華才不會殺掉 我看一下 阿華已經拿好刀了 哈哈 對欸 很有道理欸 對啊 你就直接給阿華了 反正你如果會被殺 就已經 就是他的殺人動靜 好像沒有辦法 從這件事情上 沒有辦法啊 哦那我再想一下 而且你媽媽可是 會買哈利濃湯的人 感覺 感覺隨便講一講 應該就是會相信喔 就會相信了 哇那我再重新 想要這個機制 要如何防止被反殺 沒有啦要殺你 好沒有要殺 OKOKOK 好要講回來我最近的人生困難 你剛來錄音的時候 你是走哪一個門 正門啊 我跟你說 我現在也都走正門 所有聽友都知道 我其實非常討厭走正門 因為我不想要跟反 就是對到眼嘛 管理員啦 他們家管理員 對 但最近逼得我 只能走正門 為什麼 因為我們家的側門 發生了蟲蟲危機 OK 就是這個時間點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什麼叫春香 瓢蟲的朋友啊 是嗎 對啊 就是一些紅紅的小蟲子啊 可以想像是瓢蟲的朋友 也可以想像是天牛的朋友 我覺得也滿像天牛的 比較小而已啦 但我想說 如果不到春香的人 應該也不知道天牛是什麼 就是他已經無知到 我是說無知喔 我是說不熟悉 好反正就是一種紅色的小蟲子 但是他跟瓢蟲不一樣的事情 是他會大量的群聚 OK 然後呢 他大概是會以 五六隻為一坨這樣展開 然後所以我們家的那個側門 你等一下離開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就到處都是一坨一坨一坨的春香 然後他是鮮紅色的 看起來非常的恐怖 那是在門上喔 門上地上牆上 就是任何 然後他已經多到 你連就是走路都比 就是慢慢走都避不開他 因為他已經拖到 就是你這樣走過去 會這樣拔子拔子拔子 你會像那個嗎 格列佛遊記一樣 被這些春香整個 整個舉起來 我覺得almost 這麼多啊 非常多 好噁喔 就是如果你走側門 先不要管你怕不怕這件事 一定會殺身啦 真的假的嗎 就是你有在修的話 你就是不能走側門 你馬上那個 你會修 你剛剛說有在修 我想說修什麼修 我以為是在睡 因為在修行的話 修行的話 你就整個夜裡引爆 絕對不能走側門 那怎麼樣 關 關門會沒有人要處理 對 就是阿華也一直說什麼 啊關門會真的很糟啊 什麼這樣 因為我們有兩個側門 右邊這個側門呢 他是用那種木 木頭的那種 有點像棧板 就是你們看過那種戶外露台 都會有那種一條一條的那個 對 所以他其實 在 其他的時間點 就是不是 不是春天的時間點 他都會有一個叫做 蟑螂的東西 在木棧板裡面 然後我都會戲稱 那是蟑螂王的家 就是那個 木棧板不會有接縫嘛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透過那接縫 看到很多鬚鬚 好噁喔 在鬚鬚從那個裡面探出來 就是木棧板就有這個問題 就是會有很多蟲 喜歡躲在裡面 OK 那一直以來都有這個問題 但今年春相這個 已經嚴重到 連左側門是水泥地的 就全部都是春相 就所有側門都是春相 然後呢 就多到不能 所以我現在就是 為了不要夜令引爆 我都直接走正門 然後我今天早上去 接睫毛的時候 我就在我們家 離開我們社區嘛 但附近就是 人行道上走一段以後 我發覺這根本不是 我們社區的問題 整個人行道上 都是春相 奇怪 我不記得 我會在哪裡 看到群聚的春相 我跟你講 你等一下就在樓下 這樣走一趟 五分鐘內 你絕對碰超兩百值 真的 那應該是因為 你們這邊接近大公園 會不會 春相好像是 跟台灣軟樹共生 所以有 有種很多軟樹的地方 都會有 哦 可能你們的路樹就是 就是軟樹 對 嘿 然後我就 天啊 我就覺得要發瘋 然後我就走進 那個美睫店的時候 我就說 媽啊 我要瘋了 都是春相 然後結果 美睫的事就跟我說 對 他已經要瘋掉了 他這幾天 打了超多電話 給1999 還有環保局 還有就是 whatever 就是想辦法 要弄春相 這個東西 因為他說春相 不斷的爬進 店裡 跟他客人的身上 就是因為 已經太多 這怎麼回事啊 我第一次聽到 春相像白蟻一樣 入侵耶 真的超多東西 大家一定要去看 我不要 哦不要是不是 謝謝 然後呢 我就說那怎麼辦 他們怎麼說 然後他們說 1999的回應 就是說 因為春相 是一個 異蟲 自由的 生物 自由的生物 也就是說他不是 其實你怎麼叫 什麼叫異蟲 就他不是害蟲 就是異蟲 對 但你不是說 他對你有異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春相 所以他不是壞壞的東西 對 他不壞 可是你不能說 他為你帶來快樂 就是這樣 很單純 所以1999說 啊 這個是個大自然的這個 哦 大自然 我們要予以尊重 所以我們並不會出面 處理這個東西 OKOK 這個人有在修 有在修 有在修的 他也有在修 然後我們就只能 好 現在文山區的居民 好啊 我們就跟春相共生 我們就台灣軟屬 現在就這個狀況 嘿 但我覺得1999 應該也是滿為難的 應該是說 如果要出動 公家機關去 滅蟲什麼的話 要有蚊子啊 解決這種 害蟲 對 傳染的 啊如果現在來 滅春相 完了 我們這個動保 人士會不會生氣 有動保 在關心春相了 是不是 我覺得只要有生物 大家好像就可能會 欸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不知道喔 那麼多春相 它會不會是一個 要注意的事 OK 那會是什麼事 可能 外星人用春相 以前不是有那個 是MIB嗎 還是哪一個 它是用一個蜘蛛 然後來入侵所有啊 那個電影啊 你說它 附身在蜘蛛身上 對 就是 蜘蛛 然後觀察人類的生活 奇菌 然後索取資料 就它蜘蛛那個腳 插進那個電腦裡面 然後資料 download 那你都知道這樣子了 你應該要去 招待一些春相 欸來這邊請 我以為你要跟我說 我都知道要這樣了 我怎麼不跟1999說 呵呵呵 跟1999說 我跟你說 人類都是無知的 所以怎麼樣 大家就會想說 哼 幹嘛可能 不是 因為1999它是接線神嘛 對不對 對 所以它接到原本 接到我的美睫師說 春相問題 它可能 轉去環保局 嗯 環保局做這個 不符合它的管轄 對 那我現在如果是說 啊春相是外星人 派來的一個生物 它要轉去 國安喔 或是唐鳳那裡嘛 就是看 不是 因為我的 都是春相沒有錯 嗯 可是我的面相已經變了 萬星物種 對對對 已經不一樣 一個是危機了 原本只是說 啊環境這樣子 是不是 是生態的問題 還是轉去美國 第15區 喔 OK 研究一下 1999你就要有 這個判斷能力啊 這太難了吧 你太為難他們了吧 欸1999本來就這樣用的啊 你沒有打過1999嗎 我就是只有在我們 喔 被困在那個停車台 外面的那一次 那一次他沒幫你轉接 他直接幫我查到 對對對 那這就是他 要判斷說 這件案件 是不是在他手中就能結束 喔 我覺得在那邊工作人 要很有想像力欸 我打過兩次 欸我講過吧 一次是我們家的那個紅綠燈 怎樣 他不知道是被撞到了還是怎麼樣 反正總共就是 我站在馬路鎮對面 那個角度不對 喔看不到 看不到 危險危險 對看不到那個石像 所以我就打電話去說 紅綠燈歪了 欸你怎麼知道那東西叫石像啊 不然它叫春像 不是我 之前就看那個 就是有一些可以 直行 然後也可以橫行的 欸那要怎麼講 就是 搬馬線 然後路人可以 這樣走路的那種 就交叉的那種嗎 交叉走路的那種 然後他就寫什麼 行人穿越石像 然後就一直看著這些字 我就想說這是什麼字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人看的就叫石像欸 好奇怪 大家知道石像是什麼嗎 大家會想說 什麼石像 哪個石像 什麼石像 就是時間的石 照相的像 對石像 所以反正就是 那次石像歪掉了 然後我就去跟他說 那個歪了 那他就把他 navy給去 交通的處理嘛 這就很清楚 然後上次有一次 是我要丟那個 我家重重危機 就是我買淘寶 或者說要丟木棧板 我也是打電話去1999 問他說我要找誰 這也可以打 Come on 你什麼問題都能打 其實我不知道1999 到底可以幹嘛 就是我 我有什麼疑難雜症 都可以打 我有看到有個新聞說 1999之前有研究過說 最有趣的一些問題 跟最常問的一些問題 我先講這個 常問的啦 常問的應該比較可以想像 就是那個 怎麼申請一些補助 不管是政府現在有推出什麼 清安貸款啊 或是低收入補助啊 什麼 失業補助啊 這種就是很常見的 或是一些勞資糾紛 這是很可以想像嘛 那他最特別的問題是 有人問說 路上有雞 我可以把雞帶回家嗎 這要問誰啊 這問雞的主人吧 這問雞吧 欸 請問我可以把你帶回家嗎 1999要轉去哪個局啊 誰管啊 轉去那個精神病院 也不至於吧 欸我問你 如果路上有狗 可以帶回家嗎 你要 就是看他有沒有相圈啊 有沒有晶片啊 可是雞有嗎 判斷他是不是 流浪動物 這樣子 但雞應該沒有晶片吧 我覺得這問1999 挺不錯的啊 我覺得這個很難 定奪的就是 有時候我們有一個問題 對不對 對 我們就想說 他可能知道 但我們應該會預設就是 例如說你那個廢棄物 他可能就是轉去那個 環保局 對環保局 那像雞這個 要轉去哪 你自己都想像不出來 你覺得1999想得出來嗎 應該是說 我就是不知道 我才大概1999啊 但我就先轉去環保局啦 我肯定是不知道嘛 我才打去1999 你就是感覺好像知道 感覺說 大概應該有這個 對 所以有一個單位可以幫我 那雞屬於什麼單位 雞屬於什麼單位 農農農 動保局 動保局 又是動保局 怎麼今天的問題 不是環保局 就是動保局 煩不煩啊 他就是跟生物相關 不然咧 那他有說 那個1999有沒有哭出來嗎 1999不會哭出來 因為這還不是 最奇怪的問題 OK 跟動物相關的很多啦 例如說 我看到一隻鴿子 撞到玻璃 牠現在不動了 怎麼辦 那我先跟各位講喔 這個我知道要找誰 這個不用找1999 清潔工 這個找那個 大家可以加入那個 臉書上面有個社團 叫野鳥 就是救助的社團 裡面有好幾萬人 嗯 然後呢 記得如果看到鳥撞到玻璃 你記得先拍照 然後大家裡面的專家 會幫你先分支什麼種類以後 告訴你要找誰 所以不用問1999 這個就加入那個 臉書社團就可以了 那我要一直在線等這樣子喔 在線等很快 很快真的 我會加入那裡面 就是因為我太常遇到 我們家附近有鳥停在路上 他搞不好在睡覺 鳥會停在路上睡覺嗎 會啊 不會 不會喔 不會 然後那時候 我就是看到一隻鳥 怎麼講偏啦 我就看到一隻鳥 在路上一直跳 全部的人都要看那隻鳥 可是沒人知道 該怎麼處理 然後後來我就拍照 然後放到那個網路上 他們就告訴我 這個季節是鳥在學飛的時候 所以如果 我是早上看到 他說如果到下午 他還在同一個地方 在協助 但是如果到下午以前 他已經不見了 那就說OK 喔 他是baby bird 他是baby bird 他在學走路 學飛 是喔 對 所以這個不用找1999 怎麼那麼博學啊 那個社團 不是我嗎 不是你啊 你剛剛為什麼開始得意了 不是我嗎 就是那個裡面的人 怎麼都會知道這些東西啊 我知道要去哪裡 尋求幫助 我也很博學 OKOK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1999 打工一下 超級想去 但你說鳥 我想到一個 其實有一天我在等過馬路的時候 然後他的馬路蠻大 有視線到 然後就有一隻鴿子 在那個路上 這樣咚咚咚 就一直跳 對 然後就有一個媽媽 一個小孩 然後那個小孩 可能就是小一小二這樣子 是 然後那個 他們也在等著過馬路 我們這車是從等的 那小孩就是看到那個鳥 然後 但中間那個車子 這樣一直這樣 咻咻咻 他就覺得 那個鳥 這樣子危險 然後他就要去 去弄那個鳥 然後他要去 救那個鳥 的時候他媽媽就說 欸等一下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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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後來 就是媽媽就發現 那小朋友是要 為了救那個鳥 然後他們就 開始了一個 很奇怪的行為 就是 小朋友就會 往前走一點 然後媽媽就是隔他 大概一兩公尺的距離 然後在那邊 想要擋車 對 但 車子可能 他們沒有看到鳥 所以來的時候又會 我就覺得 整個全部場景都非常緊張 因為媽媽在擋車 然後小朋友在那邊 一直看著鳥 然後一直在那邊走來走去 他有推那個鳥嗎 他就是要走 接近他的時候 鳥又會往前飛 對 所以就會 他們就 很像三個人 然後一直這樣等距離 有點在趕陽的那種感覺 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後來 就是有車子 就是可能 比較沒有耐心 巴他們 巴他們 然後他們就 又再回到路邊一點 然後車子就過 然後小朋友還是很緊張 對 然後 還是要想要去 弄那鳥 結果那個鳥 又跳跳跳 然後有車子這樣過去 然後就 那個鳥就GG了 蛤 我就想說這全部 我那整個 停紅 紅綠燈的時間 我就覺得 我頭好痛 所以那個小孩 絕對是那個 創傷症候群的耶 我都創傷症候群的 但好險不是 這小孩GG 是鳥屈屈 很恐怖欸 我就想說 我發瘋喔 好啦 大家如果 在路上看到鳥 有需要協助的話 加入那個 野鳥救援協會喔 回到這個1999屆 我還有看到有人 問一提跟動物相關的 他問說 請問皮卡丘 是什麼動物 他為什麼不Google 我覺得這種 就是去找麻煩的 我還看到之前 就是COVID 比較嚴重的時候 如果從國外回來 不是都要隔離嗎 對 然後就有民眾 就打電話去1999 就問他說 欸 不好意思 我的家人要從國外回來 因為那個當下的規定是 如果你要 跟你的家人同住的話 你要有 一人一室的標準 曾經有 對對對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們家沒有 那他有辦法 就是 也是在家裡隔離嗎 這樣子 然後1999就問他說 那是有什麼 其他特殊狀況嗎 還是怎樣 他可以幫他 就是協助一下 對 然後結果那個民眾 就跟他說 喔 因為他的家人 非常需要他的愛 什麼意思 你說什麼意思 你是聽不懂嗎 對啊 我不能去 遇求求求了 是不是 糟糕 好 再來一次 不好意思 你再說一次 你家人非常需要 我就說 喔 是哪一方面的愛呢 我的愛 您帶我什麼樣的形式提供呢 不好說 你不行去了 我不能去了欸 你那個 這樣怎麼 怎麼 化解啊 OK 就是如果有人說 他需要我的愛 怎麼樣 給我你的愛 愛 這我沒有辦法欸 是不是很煉火大 而且他怎麼講得出來啊 我的愛 OK OK 好 你這第一題失敗 失敗 我忘記了 第二題 第二題 其實有一個B先生 他就打電話 1999 然後就說 欸不好意思 你可以幫我轉接 台北市教育局的局長嗎 這樣子 OK 局長 局長喔 教育局局長 是是 然後這1999就說 啊 呃 就是請問就是 想要轉接的那個原因 是怎麼樣 對 這樣子 我們好申請這樣 對 然後這個B先生就說 喔 我是想要問他說 看他知不知道 什麼叫做孝順啊 蛤 然後他 對1999想說 蛤 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說 這個B先生還進一步解釋 他就說 喔 我想要知道孝跟順 分別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我想要跟局長確認一下 我 我這樣處理 我會先跟他說 好 那我幫您確認一下 這個要 明白這個孝順的定義 是找哪一個單位 比較合適 然後我就掛掉 然後我就再也 不回他 那B先生就是 兩個小時候 再打回來 再打回來 是不是 啊 吃血肉好了沒 不是啊 這要怎樣啦 這要怎樣 Navy給啦 到底是怎樣齁 但你剛剛講到 其實做1999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判斷就是 民眾打電話來 呈現的時候 你要想到 就是我該把這個 案件轉交給哪一個單位 對 然後因為以前 1999就是 隨便人都可以打 然後就是 劈頭就講他自己的問題 這樣子 然後就很多人 他們很大眾都是 接到那種噪音物來 就說 隔壁人已經太吵了 或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的 然後他們就是會 把它轉交給那個 環保局 對 他們就會把它 轉交給環保局 結果環保局 就要去查的時候 然後 很多時候就會發現 根本沒有噪音 就是鄰居就是 俠院這樣子申訴 但其實 沒有這個事件發生 OK 所以現在那個 1999 好像要實名制耶 對我覺得應該合理的啊 因為 因為好像如果報案的話 應該也是要實名制 那你聽聽看這個 你剛剛講1999 就是你要實名制對不對 我有看到一個報導是 加州警方 接到了一個報案電話 然後是來自 就是 加州動物園的報案電話 然後他接起來以後 對方完全沒有出任何的聲音 OK 但是因為警方跟1999不一樣嘛 對 他不能說 欸 你不講 我就給你掛掉 或是怎麼樣 對 因為有時候 如果人正在危急的時候 他是不能出生的 不能出生 或者是說 你就是那一兩秒的時間 對對對 所以可以想見警方就是 立馬就去了 這個地點對不對 因為是很危險 危險的嘛 結果 發覺是這個動物園裡面的 猴子在打電話 喔這樣子啊 對 猴子就坐在那個電話前面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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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電話拆掉 哭了 所以警方其實比起1999是 對於這種 他們是會更 寧可挫殺100 不願挫放一個 真的欸 欸 我講過小時候有去參加那些 什麼警局 消防局 救護局 有什麼叫救護局 救護車 的那種 小小的 對 對對對 然後真的是你 你如果隨便打 1019 就這種報案的 這種緊急事故的 你電話一響 然後他們 電腦上面就會出現那支電話 然後跟地址什麼的 地址也會 我記得是這樣 那手機怎麼辦 定位 對啊 應該是可以欸 應該要啦 就是因為我們如果 手機有4G 5G網路的話 應該是定得到位 嘿 科技太發達了 但不過現在這樣子 如果說大家真的有 無聊民眾想要打發時間 也千萬不要打給110好嗎 先打給1999 就打給你的朋友 我打給你的朋友 對 也不要去吵1999了 因為這種政府的 這種納稅錢的這個 都不要 輕易浪費啦 那你為難人家幹嘛呢 那你聽聽看 這個一個事件喔 大家都知道那個 我有一些愛追星的朋友 之前都會去跟我追 這個少男團體 對 然後呢 他們天天跟我分享 一個事情是 他們到 天啊 我已經忘記那裡是哪個地點了 我真的很抱歉 因為超級冷門的一個地點 好 東市 嗯哼 知道在哪裡嗎 天母 淡水 不不不 不在台北 好像在台中之類的地方 不知道 總而言之 他們就是從台北 就是一路追星追到了 台灣的某一個角落 嗯哼 然後為什麼會在那個地方 是因為 像這些比較新生的這些偶像 他就盡量要爭取一些 露出機會嘛 所以有時候都會在 各地方的表演 去做一個配合 就表演一兩首歌那樣子 讓大家打開這個知名度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追到這個 東市的這個音樂會去 OK 然後呢 東市這個地方當然非常的冷門 然後離台中很遠 離台中高鐵站更遠 就遠到不能 所以他們那天呢 其實就已經想好了整個 撤離的路線 呵 不是因為你不是像台北一樣就是 演唱會結束你就叫個車走 嗯 或搭個結論走 沒有辦法 連計程車都叫不到 沒有 所以他們一早 就叫好了那種白牌車 白牌車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答過 就是你有時候加入一些LINE群 然後裡面就會有些司機 然後你就可以跟他約好說 欸 幾點幾分 我在哪裡 有沒有人要接單 這是什麼 非法勾當 欸 算是非法勾當 沒有錯 OK 正確正確 非法勾當 沒有錯 嗯 他就叫好了這個白牌車 就是例如說演唱會 到九點半 那他們提前撤離 可能說請你九點 來接我 接我到 從東市到台中高鐵站 這樣 因為他們要回台北嘛 嗯 抓一個這個時間 然後呢 結果當天 要撤離的時候 他們被放鳥了 嗯 這個白牌車沒有出現 反正你就講了嘛 這本來就是一個非法的勾當 對 然後就是有一些這個 風險性存在 然後我朋友 疾瘋了 嗯 他說完蛋 因為如果 他沒有辦法叫到車 載他去台中高鐵站 或台中火車站 他今天是回不了台北的 嗯 那他大概 七七八八就是要離婚了 這麼嚴重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他還有 一個老公 一個小孩 一個媽媽 在家裡等著他 OK 然後我另外一個朋友 就很臭 我想說 啊沒關係啊 你就台中住一晚啊 明天再回去就好了 我們要去逢假夜市 吃的烤玉米啊 嗯哼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非常急 說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一定要 嗯 一定要離開 然後呢 他就開始 看到演唱會現場 有那個 為安的警察 怎樣 他就去找那個警察 OK 他就想要去找那個警察 我的A朋友就很衝 要去找警察 然後B朋友就一直說 你不要去找他 他在維護秩序 你不要這樣子 就有拿出 那個公民精神 對 我那個朋友 因為太怕離婚 他就沒有辦法 他已經 out of control了 對他完全 out of control 他就去找 那個警察欸 好 然後他還說 我就說 你這個大媽 你去找警察 誰會理你啊 因為現在 以前我都會認為說 啊警察 叔叔警察 伯伯 現在對我來講 都是警察弟弟 我就說 誰會理你啊 你是一個 大媽才 沒有人要理你咧 他說沒有 他那時候 就只是下定決心 就看了在 在場所有警察 他就找了一個 大他很多的 OK 就是已經 五六十歲 就是會有點那種 怜悯 就是還會把我們 當作是美眉 看待的那一種 嗯 他就已經算好這一點了 好的 然後去跟那個大哥 就是 然後那個大哥就說 啊 現在不行啦 啊我在執勤啊 啊這個我現在沒有辦法 協助你們啦 嗯 然後他就一直說 你是可以開車站 我們去火車站嗎 當然要人家開車 可不可以開車站 我們去火車站 啊不行啦 現在你看這個擅長人 這樣子 啊我現在不行啦 嗯 他一直拜託 一直拜託拜託 拜託到最後 警察大哥答應 帶他們走 坐警車 什麼意思 送他們去 最近的派出所 不是到火車站喔 嗯 但他至少 關起來是不是 應該是有關起來齁 應該直接 就是擾亂公務 我直接 拘留 只要再跟我多說了 上手銬 對 上手銬 對對對 啊那個朋友逼就想說 蛤 我想好像去吃玉米耶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去 然後就到派出所 然後大哥就說 我能幫你們 只能到這 他還要回去 繼續執勤公務 那到派出所沒有用啊 不可能 繼續爐吧 不是 他到派出所當然一定要先 試著叫車看看嘛 派出所一定是在一個稍微 市區點的地方嘛 是 繼續叫車 叫不到 嗯 沒有Uber好嗎 就叫不到 那怎麼辦 繼續爐 那警車可不可以借我開一下 拜託拜託 我只是去高鐵站而已 繼續在派出所 繼續跟派出所的遠景 再爐 我只是手銬上 靠起來 我直接 我這邊公布他市民 大家 一起來 公審他 真的是 很怕離婚啦 很怕離婚 只能說 繼續爐 爐到最後 警察受不了了 又在 你覺得警察可能這樣一直浪費 納稅人的錢嗎 就說好 我們現在走 用走的 警察最後 打電話給自己的朋友 請朋友來送他們兩個 你說 就是請朋友這樣子免費在 對 蛤 公審的人好可憐 公審的人很可憐 怎麼被你的朋友整成這樣子 蛤 他問號了吧 好好奇他怎麼如警察的 我 我 我這樣子回去就要牽制了 怎麼辦 欸我真的覺得這個 我真的做不到欸 這要很一型人格才有辦法吧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 真的很怕離婚啦 真的很怕離婚 對 就是你真的太怕一件事情 什麼時候做得出來 就發狂了 就求你 不然我們這樣 我們每次都覺得 好社會新聞 都有一些很如的民眾 然後你就想說 蛤 這個也要如警察 會不會就是他們都遇到這種 人生的難關 有可能 而且我覺得警察他也很有智慧 他就是在幫與不幫之間 取得一個平衡 沒有啊 東西人都幫啊 東西人欸 他一開始是跟那個 第一個警察大哥說 載我去高鐵站 他不可能嘛 他在執勤啊 他能幫的 就到這個程度了 對 就是幫 20% 我載你去派出所 然後又跟派出所的那個警員講 載我去高鐵站 不行嘛 他在執勤嘛 他怎麼能散禮崗位 打電話給他的那個 那個媽擠說 欸我這邊有兩個很如的 阿桑 救一下 救一下 勸大家不要啦 勸大家不要 對對對 你應該有很多很狂的求助經驗吧 畢竟你都一直去跟 7-7的人借手機了 我沒有一直 我是借過幾次而已 五次也有吧 求助經驗喔 我通常不大會求助 就是假如說 雖然有一件事情發生了 我就想說 啊 這就是我的疏失 就這樣 因為我那天聽到一個 我朋友是講說 他覺得他自己最狂的求助是 他做客運的時候 手機 他沒網路 嗯 然後又要沒電 然後他拜託 別人開熱點給他 嗯 這個我也做不出來欸 這個很嚴重是不是 開熱點很小是不是 很小吧 那你 你做過最大的求助 你應該 我完全不求助的 我就是哭 我最大的求助就是哭 哭怎麼哭啊 那你剛剛講 講到那個什麼 連那個熱點 都可以拿出來講 我覺得我可能 是有求助 只是我 不覺得那是什麼事情 所以我記不住 哈哈哈哈 你就是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五百件 可能有五百件求助 五百件 就例如說 最基本的就是 現在再講基本 就是 我要去一個地方 啊我不知道在哪 我就會問路人 我就會不看 然後直接問路人 這好爛 那我真的求助過一百次 問路這算什麼事啊 那我問那個全聯店員說 請問賣片放在哪 這算不算 對對對 這種也算啊 我也都不看 這我每天都在做 你剛剛那個 借熱點跟這個 我覺得差不多 不是 你 你在全聯問店員 那是他的工作 那是他的job 他本來就應該告訴我啊 對啦 他借熱點又不是 那問路人路 跟借熱點 我就覺得差不多 問路我超愛的 我都狂問 問到爆 對啊 因為自己找 要找到什麼時候啊 不是 可是你問路 不能太誇張 例如說你現在 我不會 你現在明明就在 例如說公館 然後你問人家說 欸 請問那個 宜蘭怎麼去 那就沒有 no sense 你知道嗎 我又不會這樣問路 那你怎樣問 我一定是搭車到某一個地方 之後 然後要走過去的時候 沒有 這跟熱點根本不同等級 我就覺得差不多 問路就是一個 被允許發生的事 但我覺得講回1999 我最近在 就是探尋我的那個 質疑可能性的時候 我就 我朋友就傳了一個表格給我 他有九個選項 一分代表非常不喜歡 五分代表非常喜歡 就越高分越喜歡啦 好 來一個一個念喔 朋友們 如果對這個質疑 探索有興趣的人 一起來一下 第一個是 提供建議給需要的人 一到五 第二個 與人溝通想法 一到五 對他人付出關懷 構想前人沒有過的觀點 嘗試實驗新想法 創造發現新理論 好 再來第七題喔 管理檔案資料 排定計畫 確保任務順利進行 按照規格製造新產品 然後大家應該做完對不對 好 剛剛是 三題三題為一個單位 如果你是前三題 比較高分的話呢 你是P型人格 你樂於與人互動 OK 那我跟Ember都是屬於 1999 19 19 大家跟我們來互動一下 來問我問題好不好 OK 我們能 那個答案我不確定啦 但我們樂於互動 對 但我們至少跟你聊 OK 我們讓你敞開心胸 OK OK 所以就是客戶服務 都是我們可以做的 那這是前三題高分的人 那如果你是中三題高分的呢 你就屬於C型人格 那你就比較適合做一些分析的研究 例如說 幕僚啊 研發工程師啊 這樣子的 類似上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後三題比較高分呢 那你就是屬於比較操作行動性人格的人 你可能就是 例如說 做一些現場的 OK 管現場單位 例如說 作業流水線啊 你喜歡管理這種 OK OK 所以那個什麼 四到六題高分的人 就可以去那個野鳥協會 野鳥協會 去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就是鳥需要什麼樣的救助 對 那如果是這個 最後三題高分的人 就適合在那個現場當警察 對 管理這個秩序 沒錯 那你們要小心 就遇到一些比較魯的民眾 對 就是像這樣子 OK OK 對 那我們就是1999的後端 對 那這三個 這個測驗這個 大家就當作一個小趣味啦 大家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答案是什麼 有沒有準 就是看你是1999啊 還是野鳥協會 還是警察 警察 對 OK 好啦今天節目差不多到這裡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記得給我們五星留言 也可以到Facebook還有Instagram 找我們聊天 我是美根 我是Ember 下下週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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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